起来是两边的战场同时在开打啊 你还配合打大妈那边好像是一个一换衣吧 好的这个人很尴尬啊救不了 我就没补你 来了这边打下来了打大妈 明明倒了之后换神也打倒了一个 现在场面应该还是个军事啊 这个首楼真的谁能上得来 这个楼道没有投注太难攻凉啊是 哎但是噴倒了好像 我的缓神打两个 色合暴龙哥都是被换神给击倒了 哎呦呦啊 一川三一川三 嗯 就看下第一个人是换神打的看看啊 reinforcement 第一个周平原打 itate car 但是我们欣识完成那边啊 是然后来节目啊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可以可以 哎 这 这就直接干拉出来 没看到吗 嗯 就V7这边的话 算是一面倒吧 也被捕 还好 还好 V7也是零换四拿下 虽然有倒地情况 是的 那这样 USG也是打出了跟 空间 他在圈之间 其他队伍都已经赶过来了 乌尤兰部 把崔奇 这个远距离 被放倒 而且崔奇近点没人 前面几枪基本上就没怎么中 然后只是最后的时候爆了枪头 对 哎 去扶 去扶也在看 接下来要去哪个方向发育呢 原点直接 哎呦 小宇宙一枪 嗯 直接补掉小五 那这个位置 V7应该是动不了了 车也拿不到 只能在 盖拉卡了 三个人 散不出去了 又是中心点 这哥几个差不多 要不就不拿这辆车了 就等别人来送 嗯 打一边 进展 路过啊 直接被抽下来 可以啊 17 也也拿分了 也开始 初期拿分 其实初期拿分 对对我来说 也是很好的一个消息啊 对 看 这些血核 这种感觉 你懂吗 是 哎呦 又上脚 哎呀 真的 啊 最后还是 选择了这条路线 对 是 也没办法 这这个他就是 乎莱莫乎莫的话 双房还是在一个圈边的 所以说应该不急 后续还是想往山上打 哎 关注这个点的话 枪线距离有点近了 啊 啊 啊 Pero那边也是连续的在吃雷啊 头顶上确实 停在那里了 他没动 他怎么没有在 哎呀 这个主要是不符合战 Pero战队的那个战术的特性 不符合他们的 但是能看得很清晰的呀 我记得 对 对 他这个位置好像也是被住的呀 哎呀 哎呀 哎巨幅和GBL之间也有交手 对 那个高低房那个位置就是那两个黄区 居然没人了 是的高低房没人了 哎哎小心一点零速 哎呀 这是经济呀 经济你咋跳吧 零速他这个 肯定要补 而且他这种集合强 现在是真的不会轻易放过 任何一个倒地的人 经济很有意思 嗯搜的屁啊 然后转移转移转移 然后那个集装箱去了 还是要打下去这一套吗 来到 我的动静很响 这里的动静的话刚打完 这边也吸引到了火焰 应该是点的很轻 的话你会收到第三方里面 哎这一侧怎么就 刚才每次贴了过来 直接被捕了 啊那个位置很关键呀 开机贴 哦哎 对线射伤害 都被打了 忽然形势变成一个二打二打一 这个小褂 哎呀这个位置就在 主要是房顶占了人之后 那可能又在不太好打了 龙东拳也只能被动防守 等他们来主动打 看能不能把人救起来啊 嗯 哎 能扶 能扶 南部这个时候也倒地了 艾德还在楼顶 那个小光打同步 喷子冲前卫 前卷位 OK没问题 哎呦这颗雷吓一跳 还好是能扶的能扶的 哦 还有这一路开了上来吧这是 直接冲了 他直接应该是开上来以后 直接就哎 我在山上去打架了 不管了 山上其实挺热闹的 人也挺多的啊 现在只有黄一鸣 一打一 呃 另一侧的ftv 还不动吗 这都已经打成这个啊 但是他之前被抽抽过 他偏弱 偏弱 偏弱 之前头顶上是天霸抽的他 现在天霸的话其实也 所以看他这个低点怎么办 这家上站的话还是得有车主要是 哦 柳云侧夫 M两个人也是 一点一点的腿都过来 这几 漂亮 这个还是很很稳住了稳住了 稳住了是的 这没有延期的 两条枪线再往上走 嗯 已经是来到他的一个东面了 而且被苏九发现 看到苏九有开枪 小北一颗手雷是把小海给炸倒 只剩下了融通拳 现在主要看苏九能不能在屁股后面顶住啊 哈哈哈 对方进攻的节奏 啊 屁股过来 哦 小北这一波的话精准的密中了对方的头线啊 嗯 那这话正面清理完了 但下面还有另外一队 时期是否知道这个信息呢 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那那个点位他也是要进圈的 是的 还有提前这个过点还是挺长的啊 刚才看到实际上那个高点那个视野 特别好 他在拿着被扣点 小布松完了 啊 这一波直接是被被刺啊被龙根 哎 对 这一波是打了一个非常规 对他就是你觉得我不会上来 我偏偏出来了 你看实际根本就没有防弹他的一个阻 突然一下危机也动了 现在实际被夹在一个中间 嗯 但是一共火瓶是伤到龙斯哥 实际是被包在中间的 这个的话 F2坚持前地点 我又打了一个 哇 这一声直接速度 九九和小鬼 激发力是把F2给打完了 这波拼枪直接是赢了 这个时候 浮起来吗 停下来了 一定要上楼上来 一定要清干净 对于17来说就是接了一波又一波嘛 这确实有点难扛了 对方毕竟是 啊没问题 那17的话也被淘汰 天鹿可以顺势再去篩一波吧 V7那一侧也 小心经典呢 现在对方现在是 表示远点的话双方互相自尊 而可能让中间V7 也会找到输出机会 对差不多就这个位置 可以往前压了 对压不通续的来圈了 一点眼下山 有现在山下的队伍也是虎视蛋蛋在看 头顶上的一个情况嘛 大家互相可能可以可以 要小心啊 V7两个人是藏着的呀 有点危险 封封这个位置很危险 小龙不在很快 啊这小东西倒了 没有关系 但是蓝圈快来了 把人都现在赶紧摁一个 快服现在快服 看下有没有机会啊 能不能浮起来 应该是小童应该是能起来 你极限 很极限的一个时间 感觉往前走了 提前封好了烟雾 还要继续封烟 但是这一路枪限有点多啊 是的 有起来的队友赶紧去 拔的这么极限吗 萨萨也是一丝血 还是被Sphere给放倒 太多枪限了没办法 主要是这些队伍他没什么压力 他现在所有的助力都是在山 山 从山头上往山了家走的这些队伍 这个大下坡 你封多少烟雾弹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缝隙 对的 G1X也被淘汰了 天路的话确实是下不去了呀 这个山头只剩了 小童一个 小童这个位置不敢救啊 没有 那是在给压力啊 天路真的是举步维艰 非常的困难 现在能移动的空间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完全是被包夹的一个状态 往左的话尖辑的相信 哦 还真有机会 他还有这个雷 再来一颗 哎呀 哦呦 还是太大烈士了这个位置 是是 我的现在的话马路也不到了 还没说完海马路没 呃 再接到了一个先天的选手 再继续往下走 但没有任何连续在应对就应对 现在就没有办法 没办法没法 真的 好难 但是这波是KDF的机会啊 现在全局倒两个了 KDF全员出击 哎 看到了 看到一个肩膀 那这局其实经济的位置 被KDF这么压缩的话 后续还有八圈 就堵你全部都压我这点了 那我就绕你身后 但是哎呀 这点的人被拔了 结局估计差不太多 哈哈哈 哎 你看看开车那两兄弟有多绝望 我看看车这个车型 把自己看了蓝板之间 哎呀 就是其实这波挺灵性的 但是 近点队友能扛得住的话 那肯定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枪线位 对 但是近点队友没了之后 没什么说的 形成一个前后的拉扯 然后近点 你没了 凶这个 主要还少一个 如果两个人底地点的话 可以拖更久的时间 但没办法 这一波的话 近点位置只有一个 这些自雷 就会拖更多了 就会拖更多了